LAYO 了世紀天天榮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今天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達羅匹圖倫 這場比賽是軍閥山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軍閥山的一個特別地圖 它這張地圖有點像是四湖加上濤金潮挖地版本的 的一個地圖 中間有非常多的黃金 這個黃金吃完了可以吃一輩子 上方這個魚肉也是非常雄厚 吃完一種的虎有兩千多了 總共一樣有四個虎可以去爭取 開局一樣都是要當成阿拉伯再打 前期的阿拉伯可能還要再更小心一點 因為這個黃金量十分稀少 跟日本的壓縮機差不多 所以這個黃金要省吃減用 我們來看一下兩邊選擇的文明 阿茲特克人在這張地圖的表現應該算是不錯的選項 因為他的聖物有加成 在對於沒有黃金的情況下 如果有拿到聖物還可以再狗一下 因為他的聖物產出的黃金還算是多的 而且阿茲特克人的經濟來說 從前期到中後期整體來說都不錯 因為開局就有這個加三的資源的攜帶量 所以這個村民都可以再更多的資源再走一趟 這樣就可以多走幾趟 資源量就會變得比較好 那阿茲特克人後期可以轉這個聖旅 還有這個老鷹 還有這個暴勇士 還有強奴戰毛兵都是可以拿來使用的 整體來說阿茲特克人來講 我覺得他是南美洲文明裡面 這個步兵系最強的文明 因為他的暴勇士跟老鷹傷害都非常高 那是他沒有這個食物的減免 所以整體阿茲打架打到後期 還是要靠聖旅在後面 那如果你聖旅在後面也可以幫步兵補血 也可以讓這個聖旅的給對方壓力非常大 那阿茲特克人呢 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走這個老鷹路線 還有這個暴勇士 戰毛兵 重型投資車跟巨頭為主的一個戰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達魯匹圖倫 那達魯匹圖倫最大的特色 是他升級時會給200木頭 而且他的漁場可以雙倍這個窄肉 30肉放一趟阿 裝了兩倍的運載量才只要回頭一趟 這個經濟家手非常可怕 那達魯匹圖倫在海圖的表現 算是普普通通不會太強不會太弱 如果是打這種海陸混合圖 可以打陸戰的地圖來說的話 達魯匹圖一直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文明 那如果你存打海戰的話 達魯匹圖可能就沒有這麼大的優勢 那達魯匹圖倫他的打法 比較偏向於相公跟步兵路線 步兵的軍營呢 他有這個半價科技升級的優惠 所以這個劍兵阿槍兵升級 都可以很快就可以升到劍兵勇士了 那達魯匹圖倫打法比較適合打這個陣地戰 因為他陣地戰的相公加火炮 往往可以打出沉盾傷害阿 但是在這張圖來說阿 就不太好說了 因為這個要撐到後期 不太... 不太一定阿 因為這個陣地戰來說 比較...後期的阿 但是這張圖阿 你必須要早期決戰阿 你要戳到後期的話很困阿 因為黃金很少阿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達魯匹圖倫 兩邊會怎麼打 好,那VIPER這邊是兩隻棒棒出門 兩隻棒棒出門 然後沒有按下第三隻 沒有一個人挖黃金阿 有,有在挖黃金 那第三隻棒棒會不會按呢 還是就不按了呢 好,這裡要看一下 棒棒已經到了YO家了 YO這時候才剛... 剛補下GIN而已 好,VIPER這邊是打了一個 20村,升風 YO也是 兩邊的魚船 都要來到了4艘 那YO在一個魚池 按了4艘魚船之後 開始要去別的地方 去蓋碼頭阿 還是這邊要打一個快攻呢 這邊老衣已經偵查到了 OK,第三隻棒棒 開始按了下去 升級一下裝甲步兵 VIPER這一把的裝甲步兵 按得有點慢了 這個挖黃金 雖然有在挖 但是沒有第一時間挖一個石塊出來 所以第三隻棒棒喔 比較晚出來 好,裝甲步兵升級上去 攻擊力6點傷害 打鷹刺猴是綽綽有餘 鷹刺猴絕對 不要跟裝甲步兵對打 趕快按攻兵更實際 沒想到兩邊一開局 就是打黃金兵的決定 那這張地圖黃金非常稀少 好,前期就耗費一些黃金 中後期可能就要小心 好,VIPER送了一隻裝甲 好,前期應該 VIPER打不到任何東西了 頂多來拆個碼頭 好,就差不多 來敲門牧場 好,這時候VIPER可以考慮去開一下 第二個碼頭 好,YO也是 好,VIPER決定要開在左邊 靠近YO的左邊魚池 但是YO馬上阿拉了一隻工兵過來 這個投資有點大膽 只能被射掉 選擇了正面硬拚 好,那YO也順利蓋下了一個碼頭 但這個碼頭已經蓋好 但村民也是被擠一殺掉 兩邊都為了蓋碼頭去空下湖 結果,YO這裡 應該要來補一下碼頭吧 這邊吃完鹿 然後再去下這個碼頭 剛好這個吃完的鹿肉 就可以放在碼頭裡面了 YO這邊細節有打算要打好 好,這裡工兵抓一下 抓掉一隻村民 三隻工兵 再來一隻 有沒有機會 再一刀,兩刀收下 OK VIPER這邊三村的領先 看來VIPER的經濟 是稍微領先一點點 現在目前領先300支援 好,這裡看一下 三隻工兵 再點掉 啊,搞定了 再一隻 哇,五村了 還有可能再一村嗎 好,村民直接集火 來,又一村被點掉 哇,六村 YO 經濟 大炸裂 VIPER用三隻工兵 換了五隻村民 算五隻喔 有一隻 上面這一隻 五隻村民 奇怪了 我用三隻村民怎麼只能 換個一村 或是沒換到 這個就是世界冠軍的實力嘛 打得對方一個措手不及 然後直接射穿 YO這邊的一些經濟 但經濟資源已經快要落後五百資源了 那打魯B2的捕魚優勢喔 像捕到中間的這個魚群時候 優勢特別巨大 因為30 補一次30肉 來回一趟而已 平常都是15肉的話 就要來回一趟 所以來回時間一多 就很容易打輸了 這麼停機 好,YO這邊是補了 一個自爆船 跟一個火戰船 Viper出了火戰船 要趕快把這個碼頭給燒掉的關係 好,是一個工兵 再次擊掉老鷹 火戰船準備要出來了 好,自爆船炸一下 並不是炸到後方的魚船 有點可惜 如果能炸到後方的魚船 就賺爛了 好,那正面對戰 目前YO是兩艘火戰船 但是Viper的火戰船好像還有 血量優勢 點掉了殘血了 兩艘火戰船都活了下來 這個碼頭能趕快燒掉嗎 這個火戰船又要出來了 好,下方兩隻毛兵 在追著工兵單位 現在YO跟Viker都點下了城堡石彈 一起農田,一起挖金 好,再一燒出來 等自己被燒掉 好,白牌可能沒有看左邊 這樣有點危險 但現在右邊也是 兩邊都下馬頭 先出魚船 但是YO已經看到了 先出了一個火戰船 好,YO這個火戰船被燒掉了 但左邊這裡吃完鹿 居然沒有去補下馬頭 這個部分 左邊魚池 YO沒有去爭取這個經濟加成 稍微可惜了一點點 好,火戰船過來 看一下這裡的狀況 好,白牌看到火戰船 趕快按了一艘 這裡要補第二個馬頭嗎 好,白牌在中間的弓兵 有點被包抄的跡象 但是YO這邊是升級 奴炮戰船的關係 沒有辦法升級殷勇士 但是殷刺猴這個單位 在城堡時代傷害也是7點 YO這一把也是使用了南美文明 三把使用了瑪雅 這一把用了阿茲 YO對於南美文明有一定的理解 應該不會有太多的錯誤理解的打法 以及人家也是中國第一高手 因為有一些觀眾會認為說 南美文明是會落後於馬國 或是其他的文明 但其實南美文明來說 果片經濟都是很好的 而且阿茲的僧侶 又是我認為僧侶裡面 數一數二強 我可以說他是最強也不為過 阿茲的僧侶是最麻煩的 所以應該YO到了城堡時代 要多加利用自己的僧侶 去打出自己的經濟優勢 或是給對方viper更大的壓力會更好 那WP圖這邊呢 則是要先把經濟融上去 再決定要打相公還是要打過兵路線 因為viper這邊能打的科技路線並不多 如果打老鷹的話 遇到打老鷹的情況下 還用強武去打的話 很容易打到頭破血喔 所以基本上打阿茲這個文明 不會去考慮到使用工兵喔 而且他還有綫毛 紫毛器 兩邊都升到火戰船 viper第二艘火戰船出來了 左邊的碼頭 終於開下了 趕快捕魚 這個魚池還是要利用一下 那viper家裡的魚池快要吃乾了 這裡的魚肉補得非常多 這隻臭病想用蓋碼頭 但是被陰刺頭給抓掉 現在YO 瘋狂減生物 開局時我們談到的阿茲減生物經濟加成 這個非常的好 看到這邊兩個修道院 兩個聖物 然後兩個修道院 寶生女 YO 果然對阿茲特克的理解 非常的厲害 有這個知道阿茲要怎麼打出自己的優勢來 就是用生女 每點一個科系 血量都加5滴血 點下了神聖思想 血量直接到了50滴 非常的多 那WP圖本身也算是一個 輕騎兵偏弱的文明 沒有三級馬卡也沒有品種 而且只能升級輕騎兵 但是他有無資剛科技 那無資剛科技對於打生女來說 並沒有太大意義 畢竟生女普遍來說都是零防禦的 除了這個孟加拉一般 好 這個生女被著想 直接叛變 把這個生女想往後拉 還有一滴血 打死 好 最後WP也撿到了一個生物 右邊還有一個生物 又可以再撿掉 這對於YO來說非常好的一個劫路 最後拿到了四個生物 哇 這四生物 阿茲特克就等於是五個生物的概念了 YO 五生物怎麼輸 好 YO 現在 直接鬼轉 生頭戰 生頭戰 那生頭這個打法 最好的解法 就是自己出投石車 跟輕騎兵去解 好 這裡有點危險 那這裡要圍 來不及圍掉 村民往後拉 保存 好 白粉這邊細節還是做得很好 但是有一隻村民走出去 被砸掉 這裡不行 重新蓋了一根城堡 好 YO 現在打生頭 讓自己有機會 往前蓋一個城鎮中心 開始挖中間的黃金 好 補殺了 宗教皇樂 還有護衛技術 轉一些槍兵 去防守生女 防止這個WP圖倫的 肉馬過來 也是不錯的 那還是YO其實要繼續報老鷹呢 這也是有可能的 畢竟這張地圖是 掏金槽類型地圖 黃金多啊 可以直接取代這個槍兵 也說不定 好 但是YOW還是想要打穩 先去升級 先去按槍兵 待會可能還是會升級 重裝長槍兵上去 這個第三個TC 要被拆掉了 待會要再往前補TC嗎 前面伺候來偵查一下 看一下現在狀況如何 好 YOW果然往前挖了這個黃金 還把中間的鹿吃了幾口 好 YOW果然點下了青奇兵的升級 現在有兩個魚池 可以補魚喔 這個碼頭要補下魚船 這個魚船繼續補 好 目前經濟優勢來說的話 YOW果然是已經領先了 大概2300的資源 好 YOW這邊是點下輪軸技術 還有自己的贖罪思想 這樣子如果WP2野轉升旅戰的話 那就會變成必敗的局面了 但是VIPER沒有打所以要打升旅 直接迴轉步兵路線 步兵路線配上七級兵 確實是一個打VIPER 打YO這個最好的策略 阿茲很怕這種打法 正面一堆槍兵加肉 或是一堆劍兵直接往前A 跟你打正面直接A完一波就完事 好 但是如果阿茲打的東西是 重裝長槍兵的話 那就很難打著銀劍劍兵 銀劍兵的話 只能靠生女的手術去處理了 這邊就要來看一下 兩邊會怎麼去 打這個正面 後來我準備來蓋寶 直接把蓋寶 把這個寶蓋在這個低處 決定不上高處 因為高處就有城鎮中心 好 這一波要來看一下 最後兩隻七級兵衝出來 後面兩隻肉馬已經開始攻擊 已經著想到兩隻七級兵 還有兩隻七級兵 還在輸出當中 最後七級兵把所有的僧侶 一舉拿下 只剩下上面一隻僧侶還活著 正前方的邊劍兵 直接邊爆了大量的 這個重裝長槍兵 結果是YO最後是活了下來啊 哇 這就是為什麼我稱 阿茲特克是僧侶戰最強 他這僧侶的血量真的太多了 連親其兵都要打很久 畢竟死人是沒有輸出的 活人才有 阿茲特克很明顯 這個僧侶就有這個效果在 好 那僧侶血量還是很重要 來到了快要70滴了 65滴了 再點一個科技就來到了70滴血 好 麥克這邊點一下帝王時代 但是黃金數量只剩下少量的一點點了 這個黃金只剩下2000塊 還好前面這個黃金已經挖完了 最後一塊救命精 BIPER只能用最後的2000塊去迎戰YO4生物的經濟加成 而且還有這個生物33%加成 所以總是5.1顆 5.2顆左右的生物的經濟量 好 這一艘村 剩下投石車 好 BIPER這邊點下了護兵鎧甲 投石車要被招翔自滴 BIPER這邊系列打得很好 這個不自滴投石車的話會被招翔掉 好 YO這邊有救贖思想關係 要不要來招翔下攻城7隻招鎚 好 果然要招 選擇了直接刪除 好 兩隻青騎兵看到生旅 要往前嗎 但是應該是來不及跑了 卡位 好 YO繼續進攻 這邊補下了一根城堡 在前線的位置 這裡被招翔的村民直接往回拉 OK 收村 再放出來繼續敲 投石車再打一發 躲完投石車再放出來 好 再放 再敲 再放 再敲 BIPER這邊鐵了心 要把這根堡給蓋起來 右邊的村民開始被砍 因為這邊在繡操作 村民一直在繡 但是暴龍師來了 這邊的城堡有點痛苦 可能邊劍餅要一直按了 不能停了 神旅這邊給的壓力實在太大 這根城堡沒有辦法順利蓋好 還好 這裡還有一根城堡 可以產出巨型投石機 YO這邊這時候才點下帝王時代 右邊青騎兵已經殺紅了眼 塗了五隻村民 好 這隻 村民最後是 還被砸到了一發投石車 好 YO最後 投石車被砸掉了 被拆掉了兩台 但是順利找掉了 WIPER非常多的村民 所以YO現在分數 這個村民數已經反超了 109村對107村 但是現在YO有時代上的劣勢 WP圖倫到地用時代還有火炮可以用 但還好火炮應該不是大問題 因為YO這邊打生旅 有這個印刷技術 要招強火炮問題也不是太大 好 來陪著三級步兵甲提升上去 看來是想要使用邊劍兵一波邊 防邊生旅 邊劍兵打暴勇士誰優誰力 其實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在 我個人認為是數量多的邊劍兵 是可以打贏暴勇士的 數量少的情況下 如果單挑的情況下 暴勇士應該是可以打贏邊劍兵的 所以整體來說 VIPER還是要靠自己的經濟 去壓制暴勇士 他有機會獲得巨大的優勢 那目前的制約量兩邊來說都是差不多 但是VIPER的黃金數量已經快到見底了 這顆黃金金挖完了 黃金歸零 沒有人挖黃金 要不要往前啊 這裡吹金的話會直接掛掉 所以要趕快往前 沒人挖金 還要遇到阿茲的五生物的經濟加成 這個壓力非常大 VIPER兩台軍銀投資機 可能會被生旅給招翔 暴勇士也過來 邊劍兵選擇往後拉 不打算打正面 邊劍兵被招翔的話很虧 邊劍兵第一時間編標兩隻生旅 右邊的暴勇士跟老鷹竹子蓋城堡 但城堡好像快要蓋好 VIPER這跟城堡沒有蓋起來的話 可能會GG 但是好像有更多的村民 跟暴勇這個劍兵有事 不是劍兵有事 邊劍兵過來救一下 還是蓋好了 最後村民數少了一些 VIPER這邊轉出了強弩 碰兵趕快點 但是沒有黃金怎麼按弩兵呢 巨型投資機拆掉城鎮中心了 還是要繼續走邊劍兵就好了 感覺奴兵不太需要去慘 看你黃金也沒這麼多 可以繼續量產這個奴兵 後面繼續補城鎮中心 但是三台巨型投資機有看到 待會可以繼續往前推 右方的位置 老鷹直接飛進來 邊劍兵邊一下 傷害炸裂 那目前邊劍兵還沒有點精銳 精銳下去之後 那地下的傷害會再更高 車這邊繼續炸 沒有的黃金獲取來源 要小心囉 這一塊黃金 要是能守不下來的話 被控金 就會危險 這一波VIPER反打打得很漂亮啊 巨型投資機也順利的控好了 歪歪這邊挖了激況的機會 歪歪一直想要著想 生女走斜的 錄掉城堡的射程 歪歪停下來 被城堡射掉 編界兵直接往前 編掉了一隻生女 兩隻生女倒地 最後只有一隻生女遭上到 好 編界兵直接正面打破了路線 老鷹這一波後面想要去偷拆 巨型投資機 但是正前放城門動進尾號 要繞進去的話一定要從後方喔 好 右邊有更多的村民走得過來 想要幫忙修城堡 編界兵已經順利 編到了後排 三台巨頭順利收掉 歪歪只收了一台巨型投資機 完蛋了歪歪歪 黃金斷了 但是現在還有五生物的加成 黃金還在繼續生產當中 歪歪這一波反打 打得非常漂亮啊 突然上億人出來採礦 這個臭名數量 44吋在前方啊 一瞬之間就把自己的經濟 搞了起來 好 那現在歪歪沒有黃金了 現在歪歪要用緊寸的黃金 去打這些大量的邊界兵喔 這個著實有點困難啊 歪歪這一波大反撲 順利的拿出打到自己的非常大的優勢 雖然兩邊經濟量看起來是一樣的喔 但是WP圖如現在有明顯的控金優勢喔 YO這邊遇到邊界兵沒有打算繼續出暴勇士 可是選擇了僧侶 那邊界兵這個單位呢 這是數量一多起來 完全很難用大量正面部隊去跟他對打 好 因為通常邊一邊就死一整片了 等你生旅還被圍了一下 直接控金 這個黃金要是在被控下來就完全斷金了 編劍兵過來 要來邊一下嗎 暴龍斯不敢打 HIP還在緊追在後 編劍兵要編到生旅了 後面生旅還在招翔 往後拉 不硬追 正面的巨型頭11 按了一台出來 開始攻城 但是又被編劍兵給編掉了 巨型頭11也是架起來立刻反擊 左邊的編劍兵已經殺到農田裡面了 YO被迫收村 家裡快要守不住 暴龍斯要不要回救一下 暴龍斯想要守在前線 保護巨型頭10機 補被編劍兵打擾 但是YO最後還是打出了GG 我們恭喜Viper拿下比賽的勝利 哇 Viper這一波大反撲突然一個逆轉勝 Viper應該是賭了說 反正我沒黃金了 待會我就往前衝了一波 城堡能蓋起來就算我贏 蓋不起來就算我輸 YO剛剛那一波差一點就讓Viper沒有蓋起來 但是暴龍斯的數量好像是少了一些 YO是最後帶了1000多的食物死去 所以應該在前期的時候 再多玩一些暴龍斯 給Viper更大的壓力才行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那經濟的部分是由來到Viper領先了大概3145 黃金的話果然 這個4生物等於5生物 黃金產量3400多 太誇張了 那食料的部分是Viper也稍微領了一些些而已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